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社团法人台中市香伯木健康关怀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吴明堂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 理事长你好 理事长想要请问一下 对你而言你之前的一个整个的工作经历 然后到后来都是投注在我们的这个香伯木健康关怀协会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真正你想要传达的透过这个协会去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就其实就像刚才所讲的 其实我们所看重的不是病人或者个案或者一个失能的人 他的功能能够提升到什么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以功能进步为导向 而是以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为导向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希望我们的服务人员在关注一个人的时候 给予的是关心关怀跟给予他身为一个人所应该有的尊严 那因为我们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就很习惯都会有一个目标导向 也就是说我希望他能够进步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服务人员去家里也是以在医疗的行为去带到这个长照的体系里面 因为长照体系其实他讲究的是生命 那这也是为什么香伯木手代表就是生命 是 就像刚才跟讲的 就一个植物人躺在那边 他没有什么功能 是 然后他因为头部往后仰 是 因为头是最重的枕头是软的 那因为我们供应脑部的血液主要是靠后面两条动脉从后面上去 是 所以他头后仰的时候那个血液根本到不到他的脑部 所以我们在对这样的个案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就会建议他说把他的头部能够翘成比较微微弯曲的状态 让他的脑部的血液循环能够通畅一点 是 再来是一般人都会觉得植物人嘛 反正就是不要让他压疮到他生命终点就好了 那不要压疮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给一个起点床 但是我介入的时候我就会思考说其实他的也许有一些能力 我们是没有去发掘出来的 是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暗示照顾 那是不是可以透过他人的协助他可以表现一些能力 OK 所以我们介入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开始像说请他的外籍照顾者协助他翻身 那一般的翻身就是啪就很快的把他翻过来 但是我们要求他慢慢的翻身 也就是协助带领的意思 所以我们常常用协助带领他执行功能 当作我们一个治疗的重要的指标 那你在协助因为你慢慢活动 个案他知道你要帮他做什么 他知道你希望他做什么 那像我服务过的一个个案 因为这样子的协助以后 他的翻身还是需要人家帮忙 但是在这过程中他可以参与一些活动 后来我们就让他能够做起来 也用采用程庙模式 甚至我们教导外籍照顾者如何让他站起来 所以这个个案就从完整的植物人都不会动 到在外籍照顾者协助的情况下 他可以参与部分翻身的动作 起床的动作跟站起来的动作 在这过程中因为有外界的刺激的提供 所以也算一个在别人看来也是袭击吧 是 他开始对外界会有反应 也就是因为他有气切 又是有脾胃管灌食的 当他太太要帮他抽谈的时候 他会跟他讲要跟不要 是 这个对这一个被照顾的人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会不会觉得现在不舒服 我不希望你帮我抽谈 他太太也知道我现在帮你抽谈 会不会造成你的不舒服 是 如果以功能为导向而言 或者是以现在我们在评估一个个案的功能能力的时候 我们觉得他没有进步 是 那也就是说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是比较没有意义的 但是在我们协会或者我个人看起来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应该要做的事情 因为其实他所背后的代表是一个活着的价值跟意义 他能够表达出他的需求 他能够拒绝人家要帮他做的事情 是 然后照顾他的人能够获得他的回应 跟他的反应 其实对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之间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那这就是我们协会一直在强调的 我们照顾就是要给予一个生命的尊重 而不是着眼在功能上 但是以目前我们的照顾的服务体系 或是照顾的服务系统 还是以功能为导向 这个目前来讲 短时间我相信越多人看中这件事情 他可能还是在长期会有一个空间 让我们继续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 所以其实理事长是不是再给我们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被照顾者跟照顾者之间 其实都在有爱的情况之下 想要给对方我给予你的这个照顾 可是有时候却因为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真正的需求 然后造成就是这个沟通的困难 然后因此好像在这个照顾上面就变成是很可惜 对 那在这个部分你们介入了 也会在这个当中有很大的改善 对不对 那个是在有一个是海线的个案 但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 他是整个驱在一个船的角落 是 那其实驱这个动作 在我们有解释一个人体行为的时候 它是一个保护机制 就好像我们在母亲身体里面一个弯曲 那是一个保护 ok 所以当我在教他孩子如何去帮他活动关节 让他能够避免这样子的关节僵硬的继续恶化下去的时候 我就请他儿子先做一次给我看 是是 结果他要做的时候 他的老爸手就啪就过来 ok 然后他儿子就说 他就不让我做嘛 然后我说没关系 那你平常你在做的做给我看 就是他就很大力的去拉他 他就啪叫 ok 那其实在我看来 其实孩子是愿意帮忙爸爸的 但是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反应 他觉得他爸爸是拒绝他 甚至产生冲突 是因为他很痛 那其实我们人遇到一个痛的反应 就是弯曲 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 自己避免痛 所以他当然就会有反抗 ok 那所以在过程中我就教他孩子 如何先放松他的肌肉 我们在拉的时候 不是把他拉到痛 因为痛他就会有保护反射 那是一种反射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你必须要让他拉到 他能够觉得紧 但是他不会痛 他可以放松 这样子你才能把他关节慢慢的拉开 是 又经过这样子的六次的指导以后 这个孩子也知道如何去拉他爸爸的身体 是 当最后一次我要离开的时候 其实他爸爸的眼睛就含着眼泪 是 其实他虽然没有办法讲话 但是其实自己的心里 就有一种酸 其实酸的就是说 其实如果没有我们去协助跟介入的话 也许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会持续的恶化 因为他爸爸会觉得 儿子一直要欺负他 让他痛苦 他儿子一直觉得他爸爸在拒绝他的照顾 那事实上他们之间 有之间的冲突或是之间的误解 是 是来自于对一个技术的执行 或者是对一个照顾的方法的误解 我们希望在这样子的紧张的气氛下 我们能够扮演一个解铃的角色 就是key point的角色 能够让他们彼此的在知道 自己对对方的付出 跟对方所期待的成果 你是想我想要请问一下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持续的关注 包括您夫人也都观察到疫情期间 因为戴着口罩 所以竟然有一个现象 就是小朋友他的 因为看不到父母的发音 以至于他在这个语言上面 其实需要去做一些指导的 对不对 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我们的一直 我们协会的服务精神 就是一直想做一个跨专业跟跨年龄 也就是从出生到中老 然后也希望透过 We'll be care 能够全范围的照顾 在这一段期间我们会发现 一大堆孩子他口齿不轻 但是这些都是正常的孩子 后来我们去分析他的行为 跟他的亲子互动 跟外界互动的时候 我们发现是因为他戴口罩戴了三年 戴口罩的时候 第一个他看不到对方的口心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你的口心的意义 另外一个因为戴口罩呼吸比较困难 所以他嘴巴常要开开着 去做复习的动作 所以他的唇音就不见了 OK 所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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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也是我们学会一直很想去 跟其他不同的专业做 跨专业洗员洗跟跨专业的合作 是 因为我们虽然不是幼儿照顾的专业 但是我们如何在照顾的过程中去发现 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或者是普遍存在的一些异样 来找出原因 并且做适当的介入 避免他这样子的情况持续的恶化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家长说 如果到家里可以把口罩拔掉 或者是如果自己家属在的时候 可以把它拔掉 让他能够看到你的嘴巴 让他不用再张开嘴巴去呼吸 来去就做一些矫正 其实你们在整合上面真的做了非常的多 因为其实每一个专业都有他专业上面的一个指导性 当每一个专业去做这样的指导时候 家属根本就应接不暇 所以对你们而言 你们会把它整合好 让这个家属他真的要照顾的时候 他可以就是最适切的去照顾到 然后他的指令是清楚的 然后他也是很比较容易去执行的 对不对 这个部分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像我们刚才提的 我们协会刚成立的时候 就物理治疗跟执政治疗 是 后来加入了语言治疗 后来加入了心理治疗 呼吸治疗 然后妇理照顾 教保认知跟营养指导 OK 那其实我可以加入那么多专业 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家庭 他们有三个专业或四个专业进去的时候 他会接受到的是三个专业到四个专业的指导 是 我才去遇到一个外籍照顾者 我在教他如何在帮忙他的照顾者 转移位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你不知道我多累吗 我哪有时间去做你们教我的东西 其实那时候 其实心理的感觉是说 对啊 我来是对他而言是产生一个负担 是 如果不同的专业介入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专业都有他自己的观点去教导 教导他希望照顾者去做的事情 物理治疗师教一些活动 知能治疗师教一些有功能性的动作 语言治疗师教他一些语言的发音跟吞咽的动作 所以他每天都要执行三个专业所教导的东西 所以在照顾者而言 觉得他们是增加他们的负担 所以他们已经很累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很重视 跨专业合作 跨专业的学习 最主要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专业 都能够去学习另外其他专业 他们的基本的评估能力跟评估的基础的 基本的治疗方式跟技巧 也就是我们会根据这个个案 他需要的协助 我们去找出他最重要的协助的专业 是 由这个专业来做介入 然后当这个专业发现 例如我是物理治疗师 我介入他的行动转移位 但是我发现他在吞咽上有困难 或者在吞口水困难的时候常被呛到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去评估 他的吞咽的能力 或者是如何去教导他一些基本的口腔的运动 来增加他吞咽的能力 这样子我就可以把他融入我交给他的 融入交给他照顾者希望做的活动 这样子我就可以根据照顾者他照顾的压力 来又增加或减少他要学习的东西 跟我希望他做的东西 然后当我发现我这样子的问题 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LINE群组 所以我就会询问严治疗师 对于我这样的评估他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如果他有其他的看法的时候 我就会空出一两次请他介入 那请他介入的时候 他就会重新再评估 评估完以后他会回馈给我 所以在服务的过程中 我也可以不断的去比较 为什么我的评估是这个样子 他的评估是这个样子 还有我采取的策略跟他采取的策略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们希望不同的专业的治疗师透过这样子的互动学习 能够让自己除了专业的发展以外 能够横向的一起发展 也让提供专业协助的人觉得他在这个team里面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是每一个专业人员 他能够扩展他不同专业的学习 所以我们在专业跟专业之间我们强调分享 也就是分享你的技能 分享你的评估 不要怕别人学习 在这样彼此分享的过程中 其实在照顾一个个案上面 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拿捏的准确 也就是我该给多少 我该给什么服务 我在适当时期应该来转介给哪一个专业来介入 因为转介出去 我也可以获得回馈 我也可以成长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机制 能够希望能够确实的对一个照顾的家庭 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而且能够适当的接在适当的点 OK 理事长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都回馈到我们为什么叫做香薄木这件事情上面 对不对 你可以跟我们讲香薄木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 怎么样一步一脚印 点点滴滴的去做这些事情 香薄木这个名称 主要是来自以圣经里面的诗篇146 要104篇16节 OK 加美的树是黎巴仁的香薄木 是耶和华所栽种的 充满了有枝浆 那香薄木 它本身在西伯来文的意思是坚固 OK 那香薄木茂盛 它枝叶樊盛 并且树林长久 在圣经里面 它代表着向上跟生命的意义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协会 它本身是一个很坚固的团体 并且是一个向上发展的一个协会 那最重要最重要就是生命 就是让协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意义 那也能够带给人家生命的价值 然后香薄木本身 跟它的根系是水浅根系的 但是树跟树之间 它的根是彼此的交织在一起 所以它树大而不倒 那也就是我们期待我们每一个专业 除了自己向上发展以外 能够跟彼此的专业 能够分享交织 这样才能够更加的茁壮 另外香薄木它的母株 它的枝叶很旺盛 所以在寒冬的时候 它可以遮蔽西苗 所以可以保护西苗慢慢的成长 所以后来成为香薄林 成一个树林 那我们期待的是 对一些资深的治疗师 或者是一些资深的服务人员 他们能够提息刚进来的服务人员 让他们在这个保护的环境之下 能够茁壮 那这样子才能成为 共一共存的一个森林 另外香薄木四季都是清脆的 所以即使在冬天 它的枝叶还是很茂盛 并且有香气 所以我们也有期待着协会 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 或是困顿的环境之下 我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也就是一个信箱之气 然后让人觉得我们协会 又是透过生命去影响另一个生命 然后让他经过协会的协助 都能够满有感受 或者是能够得到安慰 OK 想要请教理事长 我们对于香薄木健康关怀协会的 一个短中长期计划是什么 短中长期计划其实应该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就是一个归零的爱 归零爱我们刚开始在想我们协会的核心价值的时候 我们想到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吃饭的时候 他只能吃一两口 但是换地掉了满地 我们都会想你好棒喔 但是当这个人换成是一个老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常看到是指责辱骂的语气 那其实我们当初希望的是一个所谓对人生命之初的爱 所以我们称它是一个归零的爱 那为了要达到一个归零的爱 所以我们就想要执行了一个策略 叫暗示照顾 OK 就是Wearing Care 那这暗示照顾它含有三个层面 一个是有内在能力的提升 也就一般大家所理解的就是专业的附件服务 再来是外在他人的协助 OK 也就是一个他人照顾的协助 另外一个是环境的改造 环境的改造当然就是包括所谓的照顾移动行动抚去 还有无障碍设施的改善 那协会整个短中期的发展 其实就是围绕着wearing mean的概念去发展 然后最重要是这个是三只脚 我们希望把这三只脚过成一个顶 用这个顶来照顾照顾者 来协助有私人老人的家庭 所以至少三到五年内 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这一个横向的连结 OK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连结 让这三只脚能够构成一个顶来服务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西区跟南区各有两间教育中心 我们希望透过教育中心 透过那群组的学习 让这三个能够确实的连结在一起 如果讲到中期的计划 大概我们比较会想的是所谓的跨领域的结合 就像我们最近开始去跟物业公司 去讨论 去沟通 去尝试错误 就像我自己买的房子 我们大概是都是同一个年龄层 我已经60岁了 在10年大概也70岁了 我们那一栋大概都是这个年龄 也就是变成老人公寓 最常跟他们接触的当然就是物业公司 如何把长照的概念跟物业公司结合 让住在这个公寓里面的老人 能够获得适当的照顾跟协助 依照统计一个雅思能的老人 他最喜欢协助的当然就是备餐 清洁跟陪伴 这个是跟物业公司常常有关联性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一个跨业的结合 能够提供建立台湾真的本土化的一个优质的一个社区的厂照服务 那想要请教一下理事长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心旺爱一直是在你的心中的 那想要请问一下 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那么好的一个初衷 然后可以得到神的一个应许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觉得你为什么可以支撑到现在 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部分 就是信仰的部分 其实从我们的名称有知道 信仰其实是我们最坚固的中心 是 那也让协会这些支撑下去 当然就是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一个归零的爱 那归零爱除了刚才讲的它的意外 其实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希望从出生到终老的圆满 是 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服务人员 或者是会员就勿忘初衷 是 还有这三层的意义 但是其实除了信仰跟核心价值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我还在医院服务的时候 那时候我正在进行医院制度跟服务体系的改造 是 当然在医疗机构要进行改造 其实有困难很多 是 那时候我太太给我两个很重要的勉励 也一直是支撑的我现在去在做事情的一个态度跟看法 ok 她讲的是分厌精神跟三心二意 所谓的分厌精神就是 在顺痛的时候就展开翅膀 可以借着风向让自己飞得更高 是 另外一个是在逆风的时候 要寻找下一个风向 只要有翅膀就能够飞向 是 所以协会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不会着眼在我们能够做什么 而是我们对一个被照顾者 或者是家庭的照顾家庭 他们的刚性需求是什么 是 所以我们就是先预备好 先把自己准备好 透过教育学习彼此的分享 先预备好自己 所以当风向来当需求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长翅膏灰 OK 所以我们学会有两首歌 一首歌是 我们在一日当 一日后开胃将常放的就是 火出爱 另外一首就是 如因长翅上腾 OK 其实我们所代表的就是希望 能够有长达这样子的信念 另外一个就是三心二意 OK 所谓三心二意就是 就是决心 又有冒险心 平常心 是 那也就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要下定决心 要有冒险的精神 当做了以后 就用平常心看待 OK 等待神的回应 等待社会的回应 是 那也这样子一直让我们有信心的去做 其实我们做到最后走 有时候期待的就是平常心 我们不会去在乎 他是 他得到的回应 那另外 二意就是 创意跟心意 OK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 扩展或是连结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他是一个 新的创意和心意的存在 我们绝不去做现在最热门的事情 是 因为 红海 永远是 杀的血流成海 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有创意的想法 或是有心意的想法 那当这样构成的时候 就平常心看待 OK 也就是等待的意思 嗯嗯嗯 今天非常的荣幸 我们可以邀请到社团法人台中市香伯木健康关怀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吴明堂先生跟我们分享那么多 其实真的很希望大家有机会 其实啊 呃 呃 协会对我们的这个照顾是呃 呃 从 然后需要大家的一个认同跟执行力 无论我们是照顾者 我们是家庭当中的一员 或者是我们是专业的一个从业人员 我们具有这个指导性 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呃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一个联系 然后大家可以横向的或者是呃 同向的大家在一起 今天再次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您 谢谢 嗯嗯。 嗯。 嗯呀 something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